古去兔来一岁长 上海过年期间啊 除了一些现代化的这些东西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 当然预言就不用说了 而如果不到市区 那在郊区玩的话呢 特别是你比方说在北部 北部城区的话 你就要去宝山区的罗电镇 暖春过大年的彩灯会 于11月14号开启 活动将持续到奎某年 真月15元宵节 也就2月5号 本次灯会的大核心区域为花神广场 大富能区域为宝山寺 外围区域以及美南湖的连轮广场 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广的区域 当然主要的东西都是这个彩灯啊 那这些彩灯在入夜时分呢 都是熠熠生辉 特别的漂亮 当然这个季节晚上的时候 还是比较冷的 所以大家出去前往灯会 看灯的时候 要注意保卵 注意健康防护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